今天又是地產霸權好 可能是最後一集的日子 參與我們今日的節目由主持變成嘉賓的Andy 先生的研究員和Ken哥 你好 班農班農機成員 講一下為什麼地產霸權好應該要懸筆 我是去新加坡 去那裏深掃公共政策研究 讀了Master才回香港 接下來兩年都見不到大家 所以就是含類告別地產霸權 不用含類的 我們真的含類的 地產霸權真的好 你看到Facebook忍不住都要說地產霸權好 我愛地產霸權 到了新加坡沒有地產霸權 新加坡有另一個淡馬石霸權 新加坡地產霸權不是地產霸權 而是政府 政府輸的通常都很不合理 平時我們做節目不經不覺也有十多集 二十集 有十集 Andy一向都是這個節目的主持 Andy 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詩詩山學會的經驗 或者當初你會加入詩詩山學會 這個問題真的問得不錯 為何進詩詩山學會 很多人外面都會說 詩詩山學會是什麼 即是右派 從上而下的管治 不理民眾生死 莫視基層市民權利 反過來 我又不是這樣看 那麼邪惡的軸心 為何你會認罪呢 當初我想也不是錯 邪惡軸心產生的軸心 當初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也會看香港的新聞 當時想要學財經 看多些電線電視 因為過去幾年 近來才多了一些新聞放上網 之前都是要坐在家裡 開著電視來看 現在就不用上網按鈕 最多看多一段廣告就有 當時小有財經節目 就是這個Money Cafe 看到孫柏文先的 為何呢 因為孫柏文的title就叫做 詩詩山學會研究總監 當時我第一件事 知道詩詩山學會就是孫柏文身上 但當時其實Simon 李少赴 我也很欣賞李少赴 聽他們說話 但當時不知道是詩詩山學會的成員 但說的話其實也對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都在說 如何去幫社會做得更加好 我們希望基層的生活可以做得更加好 大家有能力可以為自己打壓自己的將來 當你努力 接著有很多回報 雖然大約出來就知道不是必然 你努力讀書不得 一定會取得百分 但起碼這個社會是不是公平 是不是公義 公平的公義不等於財富再分配 有些人是真是厲害點 努力點 勤力地讀書 他是值得取得更加好的 這個是公平 是不是 兩個人 在一個人這件事 我獲得尊重是因為我是一個人 不是因為我是其他 我爸爸是哪位 這些就是公平 有件事我也覺得很好 民憑量化寬鬆 搞到的就是很不公平 因為到最後 原來大家看的就不是成績 因為當你考試制度已經失敗了 不能夠再分別出哪些是比較聰明 哪些是沒那麼聰明的時候 那你就轉去看其他東西 那些就不公平 不公義 即是英國讀書的時候 好像你讀的系都很灼手可熱 在香港本來 可以的 精算 香港是要最優勢的才能入到精算系 中大港大 有很多科都很優勢才能入到 即和讀醫 和讀醫 讀法都差不多 但我到最初沒有這樣走 即是你選擇讀完這個精算系 在英國回來 受這個肥仔孫的感召 反而就放棄了精算 就好像回到教會的報道會一樣 我以為是自由再一分力 即是出一分力 那些人就當C3會邪教 為甚麼是邪教 我講自由 自由不是普世價值來的嗎 即是說真的 我的第一件事 即是當時我例面試過 也有講過 為甚麼支持自由市場 我說沒有自由市場 又如何實踐你的自由 即是當一個地方 即現在香港是很出名的 飲食業 是不是 飲食業是很自由很開放的 即是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是拿到衛生的那些牌照 那你已經是OK的 那你註冊 然後你就已經可以開檔 那不理你買甚麼食的 即是你喜歡買廣東菜又可以 北京菜又可以 泰國菜越南菜 意大利菜又甚麼都可以 是吧 但會不會其實是你本身讀精算 就一定要在這個自由商業社會 你才可以找到食 當然不是這樣計數 好 這個世界你看看醫生律師 就是要在最壟斷的情況下 才能增加到利益 即是醫生律師的情況是怎樣 對不起 我們要捉起一個遺場 倘若你不是中大 港大畢業 即是醫生的意思 你是不能夠做醫生的 除非你考一個試 但這個試十分不公平 因為那個試只是被外國人考 就算是一個外國獨醫的香港人 對不起 你也要考這個試 其實不公平的 為甚麼你考一個校內試 就可以過 然後另外一班人要考另一個試 但兩個試不一定是一樣的 Andy果然是受過這個宣伯民的訓練 即是我們有一個訓練 就是要把訊息重複就重複 那些我們相信的事情 對 要把訊息重複 多一些機會 即是每一個人可能同一個訊息 可能超過一百次接收 他才會有很蒙糊的印象 即是除了你說 即是 也不是的 看看有多少眼睛 即是你說 哎呀 張柏茨和謝霆鋒分別 日次請就知道有多少 即是八卦的事情 如果是一個信念 即是一個信息 即是等於你賣告白一個新的牌子 為甚麼這麼難打入市場 其實就不是說現有那些霸權 怎樣去阻礙其他人入入 而是說你現有成功的牌子 其實當初都經歷了很難的艱苦時間 建立一個品牌 賣告白 四周圍被人見到 好了 有一日他成為了 例如某個飲品 大家都記得從小喝到大 那你自然其他新想競爭的人 是相對地難的 其實很多事情在乎有一個習慣 即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做搜尋 即是我們找資料 我們以往小學教用Yahoo 即是已經有Yahoo 都用了很久 但直至上到大學 我開始覺得不行 Yahoo搜尋一定不行 那開始用Google 當然為甚麼會覺得Yahoo搜尋不行 當然是因為用完Google Google就太好用 這些才可以改變 我不明白為甚麼要霸權 這個名字 霸權就是大 人們覺得大 霸是怎樣的 春秋戰局的霸主尊王讓兒 雖然他讓兒但尊王很有禮貌 現在的霸呢 搞得好像大力說 甚麼都說了 現在是做甚麼 你又成功都被人說是霸的 民主都有霸權 不成功都可以霸 民陣都是他搞七一 他大了 你不讓你集會就不讓你集會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鬥霸 你霸不到人就說你不對 應該這樣說 我們必須要接受 這個世界並沒有永遠的朋友 亦沒有永遠的敵人 只是永遠的利益 大家都是說利益限後 即是明白的 我們這一段想訪問Andy 的心路歷程加入邪惡私生學 心路歷程 剛才你說了大學畢業精算 可能你也要計劃進修 可能有段時間想吸收 明明是進修 現在再讀書 你在過去這段時間 私事生學會 你覺得你自己有甚麼得著呢 覺得最大的 私事生學會給我甚麼得著 其實都不錯 即是同一班 即是我不知道大家 如何看教育這件事 有些人說 教育最在乎的就是 你老師是否好 私之是否優良 那一班有多少人 四十人和十人都很不同 大班教學和小班教學 我不是這樣看 即是 考試最重要是分別一批人 哪些比較聰明 學證率比較高 哪些沒有那麼聰明 可能相對地比較低 而有一班很晉智的人 他們自己走在一起 就為自己學習 其實我入了大學 我也是這樣覺得 我在大學學習最多 不是讀書那裏學回來 讀書那裏學回來 只是幫助你多些資訊 即是你學精算 你現在懂得計算數 那些人什麼時候死 應該給多少錢 這輪保險是否值得 但是沒有什麼用 都是要和一些最聰明 最聰明的同學聊天 慢慢慢慢就學到 即是Peter、Simon、Andrew 其實全部都很厲害的人 即是你都很厲害 不過你不是C3學會 就不在這裏講你 但是和他們一起 即是慢慢聊些問題 為何居屋有問題 為何全民退休保障不行 為何最低工資不行 你慢慢是學到很多東西 而很多東西是 你可能從來沒有想過 即是有多人 即是近來很多時候 我們說 限制內地人買樓 不如 即是樓價這麼高 內地人扭曲市場 他們扣物力龐大 香港只有這麼多棟樓 你12億人 你10% 已經1、2人了 1、2人還不夠買氣 全部樓有餘 1個% 都還有1千2萬 你7、8萬香港怎麼比 好 不如我們只給香港人買 但問題是 很多計算在這裏 你會假設 繼續看一件事 樓市會調控到適當的程度 不會像以前那樣 又負資產 又燒炭 又跳樓 就是說 樓市會發展得健康 但問題是這樣 是否健康呢 Andy 你的經歷總結 就是 獅子生學會 就像一個門派 一個香港的自由派 讓你進去練武功 應該這樣說 在街頭武館學完一套基本功之後 進去就像拔尖 你進入這個門派之前 都有相同的信念 或者是近似的信念 比較好的 因為我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可以看一些 李師傅做的節目 另外還有施泳青 施泳青跟他信念比較一致 當然他個人就更加實際一點 我這樣說 因為獅子生學會 有時候強調很多 是意識形態 或者比較抽象 比較空泛 就是 一開始就說 我們不如連公屋都拆掉去 不是個人接受得到 但真的明白 我們覺得這些是真的對的 是應該要做的 但施泳青是比較實際一點的 就是怎樣去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最重要的就是 怎樣去整好這個系統 他其實都給了很多影響我 我一開始已經在英國 看了一年多的咖啡 所以 我一來到 已經可以很快地融入到我的門派 就是 未進入華山派之前 都懂得幾招華山劍法 就知道 其實 獅子生學會的可貴 就是香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亦都有民主的議會 部分民主制的議會 和政府 但我們可能那個 政治的討論 反而有時候很狹窄 Andy就說 入了獅子生學會 有得討論 原來公屋是否必須 為何不用租金券 教育制度 是否一定是 現在這樣分配最好呢 其實這些話題 在其他國家地區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思潮 和政見的團體 互相不斷辯論 但香港可能主流的看法 都可能很欣秦 或者很傾向某些 意識形態 例如政府干預多些 政府花費錢 最重要的是 大家遇到政見不同 提出問題 大家討論 最重要是說 最重要是談 這些就是民主 為何會好的地方 但問題是 大家都覺得 這些人不關注基層團體 馬上就說 C資生學會 就不應該說話 這些就是罪惡 最後一句 就是C資生學會 從來都不關注基層 你說租金券 我只不過說 你不要逼人去東沖住 捱貴巴士費 為何不讓租金券 別人去深水埗住板間房 他住板間房 可以留下工作 你又說他不人道 生活狹窄 住劏房 大佬 社會 別人每天坐幾個小時 就發現他很不人道 對 你逼個改景 東沖單位 又如何呢 去改善生活嗎 去找到自己自力更新的機會嗎 其實這些好心做壞事 我們真的說得太多 不過今節就去到這裡 亦都跟 有份看節目的朋友說說 Andy就會去新加坡讀書 亦都覺得C資生會 給了很多機會 和衝擊他 即是說有空缺 現在是C資生學會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電郵給C資生 是啊 我們是鼓勵任何人來的 不過呢 更多的問題 待會第二節再來 待會再跟大家聊 扶貧智庫 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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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這樣吧 如果RTV到最後真的做了 送給C資生學會留意 就算了 我們會再跟RTV相討 這個節目時段 我們會否轉用其他形式 或其他名字 未以禮的名字 繼續我們發揮 左中右的聲音在RTV 但在最後一集 我們都要講回我們的主題 地產霸權 Andy做了 做了這麼久 不過我覺得地產霸權 這個字 往往怎樣定義一個名字 是很重要的 一個人的訊息 接收一樣的訊息 從名字開始 中國人說不怕生壞名 最怕改壞名 不是沒有原因的 剛才我問地產霸權 那是哪裏做出來的 就是這個名字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負面的說法 第一件事 名字不一定是代表 你不一定可以用字面去解 我們亞洲文化改名字 有個地方很厲害 那個地方叫日本 肉食女草食男 並不代表他的飲食習慣 即是地產霸權 可能他覺得地產很兇 現在就是講到這樣 大家是 即地產霸權這個字 一開始從哪裏走出來 是一本書裡走出來的 有人寫了一本書 叫地產霸權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顧名思義 即是統治階層和土地的關係 又講到地產商壟斷很多行業 即是我們熟悉的有交通 即地產當然 地產就不用說了 交通 大家市民的購物等等等等 交通我們先講 交通我們有九巴 新鴻基 有這個 新巴 城巴 新世界 港鐵也是地產商 又不要忘記 還有百佳衛康 也是地產商 萬寧屈審也是地產商 他們就說他壟斷 即是剛剛講的都是事實 但我想問阿余 我給你溫 九巴 你溫不溫得到 你給我溫 我都不選來溫 基本上 那麼辛苦為甚麼 即不是那份工辛苦 簡單來說 你中學的經濟學 都會教你 即是壟斷 都有分人為的壟斷 和自然的壟斷 即有一種所謂壟斷 一聽就是負面的事情 但其實在任何經濟活動當中 一定是會有一些出類拔稅 或者叫做競爭力最強的 是生存到的 一定有某種壟斷 即是 或者叫做市場佔有 一定會有一部份的人會大 例如很簡單 好像娛樂事業那樣 曾幾何時就是 張國榮 譚美麟 四大天王 然後就 倒了 即是 你當然是每個時代 是會有一些突出的 即是在娛樂界 即是難 那你可否說 張學友是壟斷呢 那麼多年 黃飛開演唱會 為何三千元可以賣這麼貴呢 是否一個歌藝壟斷呢 應該這樣說 他們說地產霸權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地產商利用他們在地產 將來維持利益的能力 以本商人 搭街衛康 那些很低的價錢 賺少一點也不要緊 但問題是 騙了我的小商戶的生存空間 那別人願意賺少一點 那就是以本商人 別人拿的貨 別人信得過 我拿一百包 我阿Ken拿一百包檸檬茶 你Andy拿一百包檸檬茶 別人信得過你的實力 賣給我願意兩元包 賣給你一元包 別人就有個差距在那裡 這個世界做生意永遠都有很多規則 而不是很多人願意 不是很多人有機會去認識到 因為未必每個人的身邊 都有人做老闆 做小生意 當你去嘗試做生意 發現很多潛規則是不容易發現的 這些不就是別人願意去付出 別人憑他的努力 憑他的奸運 但最重要應該這樣 最重要應該這樣 就是地產爆權在港壟斷 其實就 你說他本身去做壟斷 其實就有些太過耳偏概全 在我們眼中 根本就不應該這樣說 我補充一點 就是 我們去茶餐廳 我們吃飯一定會叫飲 茶餐廳檸檬茶貴了兩元 我也覺得真的會有人喝檸檸茶 當凍檸檸茶 由加兩元變到加四元 都不一定 人們會變成凍奶茶 因為人的選擇 不是只在乎價格 百家瑋康的成功 也不一定是因為他全部東西便宜 你問百家瑋康是否同一時間 所有東西都便宜 其實不是 有落過百家瑋康 或是經常去百家瑋康買東西的人 就知道了 其實很多貨物 一個星期都是周期性的價格 即逢不知星期幾 或者不應該這樣說 即用星期去計算 一個星期可能 一支沐浴露賣60元 下個星期賣30元 問題就是 你自己知不知道 那件事是何時便宜 有時真的很便宜 但有時會很貴 那個重點 Andy說出來就是 市場那個 所謂我們覺得它優美的地方 就是跟我們崇尚民主普選一樣 崇尚民主普選就是 我們相信每個人 有自己選擇 政權的權利和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用民主普選的方法 去產生我們的政府 做得不好的政府 我們可以趕它下台 不用流血 用民主的方式 再重新請另一個政府上台 市場 其實比用選票的民主更加民主 因為我們的鈔票 就是每一天的選票 其實我們要在我們的荷包裡 拿出鈔票出來 是很艱難的一件事 Kent哥到今天都不用八百通 而是用鈔票 你這樣爆它 糟糕不太好 實際一點 肯用鈔票去給一票 某一間公司 或者某一間店 其實是每一天 大家在做一個公投 每一秒大家都在公投 我們經常說 私生學會也好 或者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的朋友也好 不是覺得市場完美 或者市場很偉大 不是神聖包括侵犯 而是市場的結果 其實反映著大眾的取向 其實沒有一個人 或者一個團體 一個機構 一個公司 是有能力去改變 改變所有我們 每個個體建立起來的 集體取向 其實我近來 就不太喜歡 那些人經常說市場 機制 其實在我的眼中 市場這兩個字 有些人說是機制 我覺得自由市場有機制 但市場其實是一個社會現象 即是有這個成交 代表有人願意用幾多百萬去買這間房 即是你不是做出來的 只是告訴社會上有人願意用這個價錢去買這間房 即是有些立法委員 經常說市場會失敗 一個社會現象 即是怎樣能夠失敗 即是怎樣能夠失敗 這個是社會現象 因為市場我們覺得去好的地方 是比政府做事好的地方 就是 郭伯偉說 市場未必比政府做得好 但如果遇到錯誤的時候 市場的改正能力一定比政府快 另外就是政府有的能力 要是行政手段 要是立法 是 但問題是 你可以禁止了一條路 但人們都會用另一條路去做 即是 你為每年香港出身嬰兒定下配額 沒有事的 公園不肯收 那就全部內地人們衝送去私家醫院 你現在發生甚麼事 香港本地人婦根本在私家醫院找不到床位 付錢都不行 現在是要打電話去大陸中介公司拿床位 你說是否離譜不離譜 荒謬絕倫 另外更慘的是 你認為可以舒緩到醫生的壓力嗎 人們衝到急症室又如何 人到立場之後你可否不救 又不可以不救 到最後哪班人衰 哪班人慘 他衝完之後 急症室醫生又做多了事 雖然他也不會停手 但問題是大家去急症室 禮物等久一點 本身我排三個小時後 比我排四個小時 另外醫療制度的問題 說回地產霸權 我們講了這麼多集 講了很多不同的議題題目 其實回到尾想講的一個訊息就是 地產霸權固然在各行各業 在香港是一個領導的地位 但他之所以建立了這個領導地位 是很多經年累月的市場上 很多個人的選擇建立起來 重點是他是不是一個霸呢 重點是他有沒有利用現在這個優勢 來趕絕其他人入行 很多人就說有 你要舉證 但問題是 我想問一下 譬如我買一包檸檬茶 我在士多買三元 我在白街買兩元 你會光顧哪一間 你不可以說人家是耳本傷人 你說人家是耳本傷人 兩元你都不要買 你就去買三元 他會倒閉 你不光顧他他會倒閉 你用什麼政府搞這麼多 什麼競爭法 什麼政策出來 但問題就是 現在是說霸權那群人 其實自己暗地裏都在支持霸權 我只應該這樣說 我不知道那群人有沒有去白街衛買東西 看不到可能是他供人去的 但是我只知道 一群很抱民主的人 其實內裡都很不貧主 在黨內 不要說別人家事 不過當我們政客當然要找一個敵人 就是地產霸權那麼好罵 那就繼續罵 也不會反抗 難得爆 傳媒又覺得自己的仗義 要向弱勢發聲 當然是找一些大惡的去罵 我也是那句 大家只有看利益 大家看到陳淑忠會罵地產霸權 李永達會罵地產霸權 又何時叫湯家驊會罵地產霸權 大家都是看利益做人 你要看究竟你這樣罵對香港社會 長遠是好還是不好 你說反地產霸權 好了你想反什麼 國有化過九巴 他們真是說得出的 其實現在九巴跟國有化很遠 你在英國倫敦讀書 你也知道 英國的國營巴士服務 多麼好 一個小時不知有幾班 是嗎 倫敦會好些 但如果去北邊的地方 就是一個小時下一班 路線真是這樣 轉彎也不肯轉 過分的地方是 北邊的人都好些 他是假設你有車 倫敦其實不想你有車 那班人是認為國有化後 什麼都可以用一個政策去變 但他們沒有想過自己做開地區的事都知道 你要政策去變 多少年了 多艱難才能做到 官公務員推三推四 你私有化更好些 私有化真是像英尼說 我利益行頭 我哪個位多些人 多些人上車的 我就走哪一邊 根本就最公平了 我做什麼有法蛙 明明那個站 鬼影不多隻 我都要突然繞過去 那坐在車的那些人是怎樣 是的 浪費了很多時間 講開用交通這件事做例子 我個人很喜歡用交通做例子 不知怎樣搞 因為我住天水圍 在這方面比較 passion 有些人說放寬了交通 巴士一定不斷搞得很混亂 塞車就更加塞車 其實很多人計漏數 當你搞到中華更加塞車的時候 你可能一段一個小時的程度 變成一個半小時 對人來說時間也是錢 他們會開始不搭巴士 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人們覺得 用巴士公司決定的路線 是很荒謬的 而且他們一定要限定巴士 例如既來一班 甚至非繁忙時間 不能太過分 但可能真的沒有人回答 你看看很多時間沒有人回答 那為什麼人家是外國這樣 我們是拿著時間櫃 那我們就看 紀念中有車 你有車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去那裡等 你不一定要站下去 然後等五個字 你在英國不會看到 就是這樣的 你拿著時間櫃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政府很多時候 限制了人去做這些決定 或者如何去到 出進這個社會進步 所以我們說到尾 我們不是盲目信奉地產商 是很神聖的 只不過是 我們是否應該要客觀點 冷靜點去看看 究竟你反地產霸權 正在犯什麼 而很多所謂霸權的現象 是否來自於政府的 投標制度 分配制度 其實香港最大的地產商 就是市建局和地鐵公司 兩大已經佔了市場 一半的地產發展 好消息是市建局就是想的 市建局變形 又會搞什麼 活化 市建局重建基金 究竟大家在反應什麼 還是根本背後是反資本主義 反自由市場 其實很多事情是反思的 就是用市場的方式 去解決公共的問題 背後有些人暗渡陳倉 所以地產霸權好 這個節目 給大家另一個思考的角度 不過今節是差不多 下一節就繼續來 再來地產霸權 去到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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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歡迎回到最後一節 Andy的地產霸權好 過了今日之後 大家應該再見不到我 可能偶爾會回來 但地產霸權好 這五個字就像牌的設計 就是黑白色的 Andy的支持者很傷心 我應該覺得沒甚麼粉絲 可能大家很開心 Andy走了 剛才我們兩節說過 Andy為何會加入師生學會 在英國看Money Cafe 被肥仔孫感召了 亦都說了地產霸權 究竟整個概念 我們為何會覺得 應該要用另一個角度去思考 不過說霸權 我經常都覺得政黨 近來都在想 其實政黨很喜歡 將問題很簡化 很多事情是想以 由於行政手段去干預 便算數 這些是在執行上的方便 哪裏是解決問題的 大眾就是用簡化的東西 簡化的概念去說明 是合理的 即是你跟別人說 很多很抽象的事情 人家是不明白的 但問題是 你每做一件事 最簡化是不做 即是國伯說 他不做 積極不干預之父 香港那時幾位繁榮 那你不做又不行 你不說今天積極不干預 以死的年代 你現在什麼呢 我可以直揚工業 在香港 直揚的國際金融城市 今天未始終悲觀 我真的覺得香港現在正在吃 那些 即是叫什麼 吃老本 但最重要就是政府 不要定一些事情去阻止市場 去自己去適應 即是你競爭法 或者最低工資這一類政策 就是造成了根本性的傷害 令市場自己不能夠去找變 即是你80年代工業不移 曾幾何時候 所謂什麼政府政策 成立什麼什麼不移局 即是推動什麼什麼工業不移 從來沒有 香港人就是靠這種 執見 靠這種能力 懂自己生存 其實很容易變 適應到 即是我說最低工資之下 那你收錢就用八達通比 很簡單 即是你給了一個優勢 別人去變 即是你最慘的就是 那個商業模特兒 可能真的變好了 即是價值低了 辛苦的就是人民 或者原本就是做收銀的那些弱勢 中小企都是弱勢 你想想誰會最有機會去買一部機 一定是大財團 大財團做多生意又穩定 也就是財力 即是中小企是怎樣 中小企是被迫用高薪去請人 一定賺得不夠大財團多 然後到最後中小企是很快會覆亡的 即是我不想說是覆亡的 即是你很明顯見到 中小企的競爭力 一定是對比以前是低了 即是你政府搞這麼多事情 其實即是 即是我看不到政府搞哪些事情 是做得好的 即是大家想想 我們過去搞多少事情 強積金 居屋 即是最低公司 有哪一方是好的 搞過那些數碼說 科技說 有哪個店 是吧 到現在還有很多事情 只是大個公月圈 但我覺得有好的就是 曾蔭權任內有解放官僚干預的事情 例如證婚人制度 即不是婚姻註冊處 我舉個例子 即是我們不是說 還要罵政府 這麼多年我是稱讚的 其實我是受惠者 以前我們香港人要結婚 一定要去所謂的婚姻註冊處 你是什麼受害者 不可以證書 你公明是 我都是得益者 證書在TVB 又分數個小時上鏡 我也沒有 以前有個像房子註冊 親友多的話 都坐不滿 幾年前就開始 可以被人請律師或證婚人 陰謀論少少 證婚人制度 只不過是 當律師過成的時候 勉請些事會讓人做 我聽到聽途說 2003年律師沙斯時沒有樓溪 經濟很慘 連大出名律師也要掛牌去法援處做代表 律師想了辦法外國有這樣的東西可以幫人做註冊 給政府 其實擺明就是 不要理陰謀論 律師霸權 不要理陰謀論 律師也會沒有飯吃 334之後 根據這個數字 那些政府文件 一年的法律是畢業生700個 怎麼賺錢 一年律師也是為自己利益 多誇張 然後說要大陸賺錢 現在我們要北上 然後我在想 你可以不讓別人來香港 為什麼人家讓你進去 美國也是這樣 都是律師作為一種知識 法律系畢業 不是作為一種工作專業 現在的人是獨大隊去沖咖啡 我知道 我講到政婚人制度 就是 優點是 政府就是做少些事 所謂 即是政府不再逼人一定要在婚姻註冊結婚 而容許人自己去沙灘 即我是沙灘註冊 第一對新人 所以很開心 可以受惠於這個政策 由此而來市場會走位 這幾年有很多婚姻計劃 酒樓也做全包宴 包括律師在飲宴註冊 海洋公園也可以潛水註冊 社會的變遷不是政府跟得上的 應該是說政府做少了事 社會就會各個範疇會走位 政府給一個空間出來 大家懂得走位 就會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政府越管得多 越包含 每樣都要管的時候 自然市場或民間 就不能夠懂得有空間去走位 所以從搖嵐到墳墓 都是政府包含的話 民間的空間就會很少 不過其實我有時候 我也不覺得是政府 政府官員公務員 其實他最不想做事 是誰逼他們做事呢 誰想要政府做事呢 所以你作為一個負責的政府 應該學會如何面對壓力 現在政府就是不懂得面對壓力 因為有少少壓力 多些人上街我又變 多些人上街我又變 多些人上街我又派六千元 最慘的是政治手段低 董建華我剛才說 七一上街令我切夜難眠 曾蔭平會不會這樣說呢 他在看你魚 挺開心的 完全不理會民意 不過也要理解 所謂民意是浮動變化的事情 就算民意調查 好像很搞笑 例如昨天公佈的 逆案揭 又有名字的問題 昨天公佈叫做 安勞案揭 立即美化多少 之前叫做逆案揭 即是幫長者協志 安勞案揭很久之前提過 裝單了 現在推行 現在又推行 推行 安勞案揭 好聽很多 不叫逆案揭 不知安勞案揭 安勞案揭本身 叫老業主按一層樓 每個月有些錢收回 八年歸老 銀行就賣一層樓去 其實搞這麼多事做 你容許這件事存在 你又不需要鼓勵他做 如果有利可圖 為何沒有人去做 你說有利可圖 對長者很不公平 你買保險一樣 你買保險 如果那間公司沒有利可圖 那為何 之前就是 因為逆案揭 沒有保險公司肯做 然後就 擺放在那裡 即是不合理 或是另一個東西 根本的風險大到 連保險公司自己也不需要誠實 我提到逆案揭 當然逆案揭本身有問題 但一定是立常包底 即是現在一個月拿兩千多元 又一層樓一個月拿兩千多元 為何 大哥 你六五歲幫你割 你說幾大筆數 你怎知道他何時死 現在那些人有八十美才死 你現在出生的生命期望 已經是一百歲 你怎知道 當然政府便算 讓你拿少許福利便便省 政府不吃 不過我看這個例子 而且想說一件事 就是他昨天公佈的時候 就說這個逆案揭 他們做過民意調查 就說有四成人 就很同意逆案揭的構思 有兩成多人 認為會自己考慮去安排 這個逆案揭 我不知道他調查 究竟有多嚴謹 或學術上有多科學化 但我懷疑 大部分香港市民 特別是長者 有多少是真的掌握和明白 這個逆案揭的意思 如果大家知道 風險或細節 細節都未公佈 做民調 很多人同意這個概念 很多時候有人搞錯 所以民意是一種很 政府說就是 應該這樣說 做民調本身是很不精準的事 它的統計很精準 但問題是 你問這些事 很多時候是不精準的 沒有問題 有些時候做什麼問卷 香港交通貴不貴 那你跟誰比較 什麼叫貴和不貴 你跟某些想法 你之前不之前遇見居屋 我支持 你是想法 你認為樓價不會跌 居屋這件事 其實是害人的 如果我拿著 我現在有層樓 如果要去做生意 我可以按了層樓去做生意 拿回幾十萬 居屋可以嗎 很多人又不是很想這些 政府之在就什麼都好 全民退休保障 即是全民養老 全民重金 那些人都說好 有得拿的是說好 你假設政府一定有錢給你 你入稅不用負債 你看看現在全歐洲都在負債 是嗎 寫寶基金去破產 很多政策互相矛盾 你一方面是解決 即是老了 你有層樓 你就可以去安勞 但是同時間 你十八歲開始 又要你供強積金 又關掉你的錢 到你六十五歲才還給你 那我六十五歲才做業主 為什麼我不可以三十歲的時候 儲了二三十萬 我可以跟女朋友 老婆夾粉買層樓 不過現在都說放寬 這個強積金的用途 現在都未放寬 至少有說 其實政府提出 暗隊告訴別人 強積金 到最後是不可行的 你拿錢不行的 你做其他投資 你倒下了 強積金 你還要鎖住我的手期 為什麼你八十後買不到樓 就是剛剛二千年開始 強積金 你十年 一個年輕人找得到 二三十萬 在強積金戶口 兩公泡六七十萬 買到三百萬單位 首期 就是你鎖住了強積金 我三十歲的時候做不到業主 我自然六十歲的時候 要靠你政府 我六十歲的時候 你給我的時候 我都買不到樓 正正就是 政府自己 製造一些問題出來 用定一些問題去掩蓋 又產生新問題 所以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要小政府 或者為什麼要政府 不要干擾這麼多根源 就在這裏 不過說真的 政府搞的事情 目前為止 我都不見到哪一單 是搞得好的 所以我覺得很危 詩二三學會 最重要的是 小政府大市場 大市場 我們沒有所謂 不過小政府一定 小政府之後 你搞共產 我催你不掌 我都很尊重 如果大家覺得 如果大家覺得 小政府不是逼你之後 你願意給你二十八元 就給你二十八元 是不是 我們是說自由選擇 你不可以強行 激迫別人去做一些事情 反對一種一刀切的強制 或者一刀切的標準 原本這節 我們想說八十後現象 因為Andy是 詩詩生學會裏面的八十後 少數 但是八十後 反正八受現象 是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很難好心 就是這樣說 但是 相信Handy 你覺得他們八十後 是另一類嗎 應該也是 難得地 喊外地產霸權 八十後之間 我喊完這句 應該人家瞇一瞇你 然後就說 算了 有人應該被尊重 否則 應該一場兜了 落在我身上 我想我們 私生學會也好 107度也好 很多團體也好 就不是視任何人為敵人 或者是正敵 而只是說 我們尊重每個人有言論自由 但是你如果提出的倡議政策 是一種強制性的 一刀切的 一種由相而下 強姦式去推行一件事的 這種就是違反我們相信的自由 無論你出於多高的理由 多崇尚的理由 吃煙會生癌也好 都不應該利用強制的方式 去推行這些政策 所以就會跟很多 現在主流的一些論述 有好像差點共地的分別 但是背後我們珍惜的 每個人選擇的自由 都可能是很一致 不過說真的 今天我都應該寫了一篇文 都要說到 即是極不干預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 即是看下 即是不干預大家可能會開心些 即是剛剛過於你的時候 假設你現在正在吃老本 即是過去北韓和蘇聯都好過美國 和南韓 只不過你長期不不耐性 即是在這裏這樣說 即是最後你給我講 我們沒有講過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是最完美的制度 但問題是 大家要設定分 到底哪一件事是合理 哪一件事是不合理 即是不一定有一件事是完美 如果將來有一件事是好些的 我覺得理性上我都會去支持它 但問題是 即是共產主義是證明了不合理的 即是你看到的 即是共產主義北韓的堅尼系數 是很偏低的 香港很偏高的 大家說我們販賓數很嚴重 你猜北韓的人窮 還是香港的人窮 即是 即是 你要看哪一件事是合理 哪一件不合理 即是有一個理性的判斷 即是人大過了 明白到很多事情 即是沒有可能那麼理想 即是小時候 僅希望自己犯犯都聰 即是中英數犯犯 但第一件事最好是自己認識 即是昨天有精神 但過了發現後是不行的 即是沒有可能做到 Andy點出了知識分子是一個弊病 因為在教育體系當中 他們是永遠成功的 所以他們覺得 在他們眼中可以改造社會 可以設計社會 其實是不行的 可以規範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即是資源分配 很可惜我們人類歷史 這些嘗試都失敗 所以 我們很嘗試去到創造歷史 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做不到的 好地產霸權好 所以我們都不會常常 創造歷史去創造一個永遠不完的秀 所以地產霸權好 這五個字應該 繼續在香港出現 告別了 不過永遠會出現我的非叔 在這裏就和大家說一聲拜拜 希望Ken和何文傑會繼續宣揚 我們地產霸權好的訊息 各位再見 拜拜